记者图居民台北报道,中国今年9月起发放台湾居民居住证,引发热烈讨论。 对此,陆委会副主委陈敏奇今日参加台湾智库举办的座谈会中表示,居住证对青年学子而言,购买车票、住宿等较为方便, 但中国推相关工作,背后、脉络,都会连成一线,生活便利就是要内国化,使台湾青年融入其政治脉络。 台湾智库金举办探讨台湾师生赴中国任教留学制风险与挑战座谈会, 出提及我国师生赴中国的可能风险,亦针对居住证议题略作讨论。 陈敏奇表示,在中国遇到很多不方便,并非居住证即可解决,而且这些不方便,是指言论自由等范畴。 陈敏奇表示,虽然他不认为居住证,会牵涉校园言论自由的控制,也并非要国人别去中国,但要让国人了解中国对台的全套战略,毕竟台湾和香港,澳门仍有不同之处。 中国透过一些小便利,来冲击我相关法律,社会内部亦存在一些界限,才是令我方担忧之处,令对于青年学子腹中就学。 陈敏奇说,在民主社会中,陆委会原则即是做好风险充分揭露,也将研究最有效的管道,内部相关资料也会适时整理好。